这里是重庆市 秀山县 梅江镇雁龙村 现在正是高山葡萄上市的实力 第一批收购商已经开着9米6的乡市火车 开始进村收购葡萄 但是进村的道路将会成为火车进村的最大阻碍 这里的道路18弯 一弯更比一弯弯 当火车来到一处折角弯时 被困在了原地 村里的道路宽度 普遍在3米左右 9米6的乡市火车 车身宽度达到了2米3 给司机师傅的操作空间 仅剩不到70公分 遇到这种折角弯 长度超过5米9的车就难以通过 何况是这辆9米6的大火车 为了给火车司机腾出更多的操作空间 村民不得不把刚修建好的货栏给拆除 有时候真的不明白 为何村里的道路都是只修个3米宽 就算平时很少有大车通行 那逢年国节 四驾车回村时如此狭窄的道路 两辆小汽车回车时都无法正常通过吧 但凡多出个一拟的宽度 乡村交通的便利性就能大幅度提高 要享福 嫌修路 这句口号可不只是重点体现在 修路二字上 要修大路 好路 符合社会发展的路 狭窄的村路 制约了很多车辆的通行 就像视频中的大火车一样 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就算收购商现在想退出也晚了 因为身后的道路 没有可供大火车掉头的地方 火车只能硬着头皮往村里面开 好在这位货车司机技术了得 操控着货车小心地往道路的边缘开 货车司机冒着断轴的风险 把车开出了道路之外 可这样仍旧无济于事 因为后半部车身没有足够的冗余 供货车通过转弯处突出的路基 碰到了货车的车身 别无选择 只能倒回去 寻找能通过这个弯道的办法 说实话 想要让这么大一辆车通过此处折脚弯 难度无异于走钢丝 挣这个钱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司机和收货商有点想放弃的意思 想往回倒车离开村庄 好在乡亲们都来到了现场 积极地帮忙 让大火车通过弯道 为了让卡车获得更大的转弯半径 一位乡亲老大哥 再次挥起大铁锤 敲掉埋在水泥里面的围栏柱 看到老乡们摆折不挠地想办法 帮助大卡车通行 收货商和司机师傅燃起了斗志 今天必须把这个弯道给过了 老话说 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 于是司机师傅放开了手脚 将自己的驾驶技术发挥到极致 再次对这个弯道发起了挑战 司机师傅进入到了人车合一的境界 精准地操控着卡车通过弯道 尽管货车的前轮已经悬空 离路面将近有一尺距离 车身也有所倾斜 随时有侧翻的风险 但是司机师傅还是胆大欣喜地往前开 快速地操控着方向盘 让车身后半部分空出足够的通行冗余 此时不仅是老乡们的心提到了嗓子哑 想必任何人看到这一场面 都会为货车司机捏一把汗 司机师傅最大程度地将车身开出道路之外 这次应该很有希望能通过此处弯道 但货车的后半部分车身还是蹭到了路基 司机师傅挂回到达 挥正车轮 重新调整过弯角度 这次能否通过拦路的弯道呢 039 163 2 4 155 20 11 12 18 22 14 17 14 18 18 18 在司机师傅的高难度操作下 9米6的大火车 成功通过了狭小的弯道 不得不佩服司机的技术和胆量 让我们见识到了 中国卡车司机的勇气与实力 换作是你 你过得了这个弯道吗